哪样的声音比较容易吸引到你的注意力 通常应该是比较高频的声音 但是同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持续的用很高的语调来说话的话 大家也是会感到注意力疲惫的 比如说如果每次都这样的说话的话 大家一定会觉得我的天哪 他什么时候才要闭嘴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声调如果适时的使用 它有很好的功能 那么第一个使用的时机 就是在yes no问句的时候 那么刚刚提到了 它在引起注意方面有极大的功效 所以我们如果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用声调来提醒大家 我的句子还没有说完哦 请你保持你的注意力 让我把话说完 像这样的句子看似简短 却是大部分的台湾人会念的平平 或者是遇到标点符号就往下掉的表现 大部分的人容易念成 I like mangoes, papayas and grapes 但是这么样念的话会出一个问题 就是I like mangoes 母语者就会觉得你的句子说完了 所以当你继续说papayas and grapes的时候 反而会吓到对方 OK 所以当你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语调要往上拉 我喜欢打一个比方就是 想象你的声音是一台飞机 然后据点是你的降落点 所以飞机还没有飞到机场降落点的时候 不能随便的往下掉吧 会吓坏机上的所有乘客 那么朗读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如果你还没有说完 请你让你的飞机的高度 要嘛持平 要嘛要往上拉 那么往上拉是更常见的做法 所以我再念一次 I like mangoes, papayas and grapes 当然因为这个是课程还有示范 所以我的语调会特别的明显跟夸张 大家都听得出来 但是在听母语者的日常对话的时候 这些表现可能没有像我现在所做的明显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每句里面的对话 可以稍微发现他们其实都有做出声音表现 但是因为不像是演话剧 或者是讲参加演讲朗读比赛等等的 不会像我现在所示范的这么明显 OK 那么声调除了能引起他人注意之外 它也可以达到强调的功能 比如说 Does he like you? Does he like you? 我们会把声音往上拉 但是我如果要强调 不 他喜欢的 他喜欢的不是我 是你 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在中文我们可以把 声调做得完全来表达 他喜欢的是你 跟他喜欢的是你 这样子来表达出区别 但是就像刚刚提到的 英文并没有声调 所以做不出这样子的效果 那么英文确确来说 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念 Does he like you? Does he like you? No But he likes you No But he likes you 所以听起来就有一种 不 但他喜欢你哦 的语气 一样在这里很遗憾的英文无法加上 哦 来表达 的感觉 但是利用声调 我们可以引起他人的注意 强调我们所要强调的讯息 也就是虽然他不喜欢我 但他喜欢你 现在来到了稍微复杂一点点的语调 这个语调叫做降声调 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得先降再升 确切来说要怎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以不要这样做吗 让我说明一下 我们刚刚提到降调最常出现的场合 就是肯定句 那么声调当然就是有疑问的时候 为了要引起他人注意的时候 所以当你合并这两种调性的时候 你得到的会是语代保留的感觉 所谓的肯定 然后疑问 好的 请让我来示范 第一个 You know he's not good for you right? 在这里因为是个 因为是个yes no的问题 所以语调往上了 right? You know he's not good for you right? 你是知道的吧 好 那么回应的人就说了 I know but I know but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 然后语调又拉高了 这个就是所谓的降声调 也就是我知道是知道了 但是 他好帅哦 but he's so handsome I know but he's so handsome 所以 但书是存在的 但是 但是 好像不是这么的重要 因为后面的转折 但他很帅啊 这样子是我更在意的事情 所以我用比较高的语调 所以语调高了起来之后 大家就听得出你的强烈的言外之意 I'm going to date him I'm going to date him I'm going to date him Sure If that's what you want 这个人他很明显的执迷不悟 他说 I'm going to date him 他的朋友就 啊 好吧 那也没有办法了 你是可以跟他约会啦 就如果这个是你要的话